结婚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还是逗我呢 你当愚人结果呢 我没逗你 我们已经领过证了 强迫症治好了 洁癖治好了 都治好了 他能接受我的洁癖和强迫症 而且可以为我改变 他非常符合我的要求 性格好 脾气温和 细心 关键是干净 全都是优点 他为你改变什么了 才认识几天呢 你就能确定 好 就算他能接纳你 你就嫁呀 你老钱那个唯我独尊的劲儿 哪儿去了 你了解他吗 他的过往是什么 他的底线是什么 我是个成年人 我有自己的判断 你这件事做得非常地幼稚 而且跟我们说什么意思啊 打个招呼是吧 拿我们当什么人啊 好了 苏菲 你别太激动了 老钱这件事吧 做得确实非常不对 但是 毕竟 他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 思维又很缜密 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他不会那么冲动的 消消火啊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呀 婚姻嘛 就像是开公司一样 那开公司理由不重要 目的能盈利就行 而且旁人的意见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吧 旁人 谁是旁人 谁是旁人 你怎么办啊 子妃 婚我已经结了 结婚证我也领了 你不愿意祝福我 我不勉强 但是我希望 你可以尊重我的选择 老钱 老钱 我 其实不叫闪个婚嘛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用这么夸张 你跟谁一伙呢 我问你呢 你跟谁一伙呢 那个 我一伙还有个客户要见 我先走了 那什么意思 跟谁一伙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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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了啊 别生气 别生气 嗓子我喊疼了 来 喝点水 我不喝 现在我喝什么都是火焦焦油